印尼苏门达拉岛马拉皮火山 星期天喷发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那截至目前遇难的登山者人数 已经上升到22个人 还有一个人生死未卜 由200人组成的救援队伍 今天一早就恢复了在火山口附近的搜救工作 继续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下落 西苏门达拉救援机构负责人透露 救援人员昨天下午在火山口附近 找到了10名失踪者当中的9具遗体 当局会分几天把遗体抬到山下 目前已经有16具罹难者遗体 移交给医院的灾难受害者识别小组 海拔2891米的马拉皮火山 星期天喷发 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3000米 火山喷发时 山上一共有75名登山者受困 其中52个人在事发后安全撤离 马拉皮火山是印尼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最近一次的喷发是在今年1月和2月 这座火山最严重的一次喷发 是在1979年 当时造成了60个人死亡 打 Morrison 2004个人是天航的猪息 押去硬撑